我是小林子 说一个驴变人,人变牲口的故事 故事发生于1942年位于北方的乡随小学 校长带着三位老师在这里做支教 这山沟沟干旱缺水 靠着一头叫得水的驴 每天20里山路背锅取水 由于教育部没有批养驴的经费 校长便自作聪明 谎报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驴得水老师 这样驴老师的工资一来养驴 二来剩下的钱贴补学校开支 看似天衣无缝 偏偏以此生出祸端 把人性知不可描述狠狠践踏了一遍 这天校长女儿佳佳赶着驴得水回来 税路带来了修电林的铜匠 还有一封给学校的电报 原来教育部特派员明天要过来检查工作 特意指出五位老师务必到齐 大伙一看完了 这驴老师咋办呢 四人一合计 把铜匠给升级下来冒充驴老师怎么样 二话不说 马上给铜匠洗澡理发 穿上了中山装 戴上眼镜 还挺像那么回事 开放女依曼负责给铜匠培训 先是礼仪培训 然后教了几句英语 万万没想到铜匠是个语言天才 学那几句英语小菜一碟 第二天一清早 特派员就来了 校长让铜匠千万别吭声 他向特派员解释 说驴老师因为上课辛劳 暂时失声了 所谓无巧不成书 这两天驴正好也不会叫了 热心暴躁的铁男给出主意 给吃点响声伞呗 没想到真起作用了 家家万费高兴的告诉铁男 驴得水能说话了 结果被特派员听到 那好 赶紧让驴老师讲个 还是一慢反应快啊 故意给特派员说了句 原来特派员不懂英语 集中生智便让铜匠 用蒙语假模假式的 浪诵沙士比亚的独白 没想到就这样蒙会过关了 吃饭见习 特派员说出 美国慈善家 想要资助中国的农粹教育 要把一笔钱捐给扎该农村的优秀教师 这次他就是来考察老师的 由于反转男以前买教具 吃过回扣 校长大儿子又在延安 铁男之前打过系主任 一慢呢 生活作风不太好 只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吕德水 一点无点都没有 所以局里决定 把这个名额给吕德水 第二天还要照相 铜匠死命不同意 说照相会短命的 一慢啊 这时就放了个壁上 这让向一慢求爱 悲剧的反转男 听在耳里 痛在心里啊 也从此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两个月后 假期结束 教育部又来电报了 说特派员陪同慈善家 罗斯来看望吕德水 马上就到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铜匠和老婆过来了 彪悍的铜匠老婆 发现情况不对 咋不对呢 此时特派员的车 也到了山底下 一慢经不住校长的请求 承认自己和铜匠 做了拦欢女爱之事 不想平时微睡如兔子的铜匠 竟然为了保护一慢 和老婆动粗 这可怕都被娘们弄猛了 一慢看到这情况 根本无法控制 便说了一句重话 刺激了铜匠 你在我心里就是个牲口 铜匠的自尊心啊 立马碎了一地 话飞两头各表一处 慈善家因为高原反应 晕倒了 告白员明证大家 捅一口径 说收到了十万元 其实到了学校呢 只有三万 看来啊这七万元 进了某些领导的腰包了 校长骗特派员说 吕德水出差了 特派员一听 不行 慈善家这次来啊 就是要看看 自己的钱花在哪了 这要是露出苦力尾巴 以后说不定啊 就不捐款了呢 这以后想贪污都没钱了呢 命令校长 马上把吕德水叫回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铜匠穿着 反转男的雕毛大衣进来了 仔细中山郎 得志便猖狂啊 他说必须开除正义慢 特派员原厂说 让大家骂一通算了 反转男因为之前被拒绝 怀恨在心 对伊曼进行了无耻的谩骂 伊曼也伤了自己几个大大的巴掌 没想到啊 铜匠居然说 要把伊曼的头发剪掉 这样才解恨 校长啊 认怂的剪掉了伊曼的长发 伊曼看到镜中的自己 伤心的呀 钻到了床底下 这时 家家过来给驴拿药 铁男便指桑骂怀的臭骂了铜匠 铜匠脑恼羞成度 硬要杀驴 特派员一听 那正好啊 晚上吃驴肉 铁男忍无可忍 把铜匠冒充驴得水的事情 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本以为这场闹剧可以结束 可特派员说 这个戏还必须给我演下去 说白了 就是要坑美国老头的钱 铁男拿着剪刀 挡在门口不许杀驴 这时呢 保安队长对着铁男就开了一枪 枪子啊 擦着铁男的头皮就过去了 这一枪可怕铁男的胆就吓破了 以至于后来保安队长想要强奸一慢的时候 旁边的铁男竟然不敢吱声 还是特派员的秘书 把剪男给赶走了 第二天 特派员让铜匠装死 说驴得水为了联谊赶回来见罗斯 驴车带人掉进了沟里 人驴两无乎啊 罗斯立马拿出一万元抚恤金 要交给驴得水的家属 已经彻底变成懦夫的铁男 让佳佳假扮驴得水的未会期 佳佳不同意 但是呢 又拗不过老爸的苦苦哀求 而校长借着话唱 希望罗斯能带佳佳去美国 没想到铜匠一听 居然爬起来说 他愿意去美国 这火箭鬼把罗斯可吓个不清 反转男巴拉巴拉 讲了一通死而复生的鬼话 搞得罗斯将信将疑 铜匠啊 经过这些文化人的盆训 已经从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变成了一个阴谋家 他跟特派员讲 只要让佳佳和自己结婚去美国 美国人的一万元啊 就交给教育部 特派员二话不说 就把校长给绑了 又威胁佳佳说 如果不听话 他老爸的命啊 就保不住了 就在这场闹剧会里 没法收场的时候 腰汉的铜匠老婆找过来了 现场对时时空 而众人在喧闹中 把枪踢到了 已经疯癫的一万手中 一脸茫然的罗斯感叹着 最后一声枪响 一万在绝望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结局有点悲惨 可谁又能否认 生活有时 真的就是这样的呢 小伙伴们 拜拜 关注及订阅小林 让我们一起 倡游电影的世界